大家好,我是一峰固定收益部的分析员林森 在中美贸易局势持续紧张的环境下 加上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担忧 使投资者今年更偏向低风险债权 因此,我将为大家谈谈由新加坡航空发行的 一系列的高质量债权 其中包括收益率3.145%2021年到期 以及收益率3.16%2023年到期的两张新元债权 新航是本地航空业享誉盛名的领导者 除此之外,它还完全持有本地另外两家航空品牌 圣安航空StickAir和库航Scoot 新航拥有5大主要业务 并且根据品牌名称进行划分 这包括新加坡航空、圣安航空 和在库航品牌下的廉价航空 其中集团有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于新加坡航空 新航在戒指6月底的季度里实现了良好利润 以集团当季利润计比增长6.7%至41亿新元 同时鉴于航空需求上升 使同期内的营业利润计比上升3.6%到2亿新元 虽然逐渐增加的航空需求意味着亮眼的行业前景 但航空业自带的沉重资本支出 或会导致新航的负债率上升 更高的DC支出也可能使新航营业指标转差 其他的潜在风险包括燃油价格波动 与机队突发事件 如波音737 MAX 8科技 在全球范围内被勒领经费 庆幸的是航空业的营运模式 一般可让公司在旅行飞行承诺前 从预订订单中收取现金 这样新航可以保持着健康的营运现金流 新航在上一个财年来自营运活动的现金流 高达28亿新元 同期内的总债务除以营运活动现金流比率 处于2.4倍的良好水平 这意味着集团从理论上只需不到两年半的时间 就可以产生足够的营运现金流 来偿还所有的债务 新航良好的信贷状况 应有助于抵消它所面临的营运风险 同时我们认为集团面临的债融质风险并不高 截止6月底 21亿新元的现金与银行结余 相比起2.23亿新元的短期债务 绰绰有余 此外这些短期债务大多以科技相关资产进行担保 因此新航应该能够轻松地将这些债务延期 在截止6月底的3个月里 新航的利息覆盖率为12.3倍 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流入安全边际的速式指标 新航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介于2.2%到3%之间 而他们的到期年限处于1年到8年之间 与大多数高质量的债券一样 新航债券的总体表现良好 并且在我们看来 它的收益率已基于较低的信贷风险 比如大马西控股Tamacic 持有56%的新航股权 因此新航在必要时或可获得母公司的援助 又或者它在航空业的领先市场地位 在新航所发行的众多债券中 我们看好收益率3.145% 2021年到期 以及收益率3.16% 2023年到期的两支信源债券 他们的到期收益率分别为2.3%和2.6% 代表他们超出信源掉期利率74个和104个基点 两角而论 我们认为收益率3.16% 2023年到期的债券吸引力更强 因它2.5年的较长年期 可为投资者提供高出30个基点的可观收益率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对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看法 请点击以下链接阅读我们的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